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师云上春晚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 今天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您是Livia Wang 我今年9岁 上四年级 你的节目是Dream It Possible 为什么选了这首歌呢 因为去年2020是一段很困难的时间 所以我准备借这首歌 让大家保持观等等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唱歌的 五岁 哇好早呢 现在应该已经有四年了吧 是怎么一直坚持下来的呢 你喜欢你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唱歌对我在家有趣 有没有遇到过瓶颈器想要放弃 有 要是是机球上方面 我会跟老师请教 要是是眼睛上方面 我会问爸爸妈妈讲一次音乐后面的故事 你还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吗 喜欢画画 喜欢跳舞 感谢今天Livia Wang来参加我们的采访 祝Livia Wang以后学业进步 唱歌更好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Skyler 今天我代表小大师新闻部采访Laura Shaw 她荣获了2021小大师云上春晚的奖项 大家好 我是Laura Shaw 今年13岁在Skyler Middle School上七年级 你为什么选择古典吉他来学习呢 因为当时我妈把我拉到琴房 让我选一本乐器去学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在弹古典吉他 我觉得他弹得非常优美非常好听 所以我就学了古典吉他 我对吉他不是很熟悉 它很难学吗 难学的不是那些技巧 而是每一天都坚持下来每天练习 那你一共练习了多少年呢 四年 很有毅力 在这次小大师的云上春晚 你既是主持人又是演员 你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的机会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屏幕 也是第一次主持人 他的爱好吗 我还喜欢画画唱歌和读书 那么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书呢 我喜欢传记还有科幻 sounds great 有没有特别的书名呢 可以给我们推荐 梦武士 我挺喜欢的 哈哈 我也me too 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2021的期望有什么 希望科会快点结束 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朋友 然后学校快点恢复正常 我也一样 感谢Laura接受我们的采访 期待她在2021能梦想成真 谢谢 谢谢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罗尔尚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 Choly Kroon 她在2021小大师雨上春晚 获得了一个奖项 让我们邀请 大家好 我叫Choly Kroon 我在三个小学上四年级 你的节目是什么呢 叫Be Kind to Your Parents 你为什么选了这首歌呢 因为我的那个唱歌老师给我了 让我唱那个歌了 对 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优伟非常动听 你为什么喜欢唱歌呢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觉得很好玩就 有时候自己就开始唱了 然后我很喜欢 然后我妈妈帮我记那个小大师 那你有什么别的喜欢的歌吗 我觉得都一样的 对对对 同样 歌都挺好听 你对Covid有什么看法吗 它怎么影响你的生活 我觉得我很想跟我朋友玩 然后在家里没什么可以做的 那你现在唱歌的课也是在Zoom上面网上吗 是的 谢谢Choly让我们采访他 然后祝Choly唱歌越来越动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罗尔尚 今天我们请来了Grace代表娃哈哈舞团 但是我们这支舞我们可能学了几个月吧 哦 那是非常久的时间呢 嗯 你在学舞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吗 呃 就是有些时候就可能动作 动作记不住 然后排位就会有困难 可能记不住你要去哪里 所以就得加强练习 然后尤其是今年有病毒的 所以就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不能跟大家在一起跳舞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团体的 所以你在一个人在Zoom里 跟别人学习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那你们所有的练习都是在Zoom上 当天摄影的时候是第一次在一起吗 对的 所以这些排位都是当天第一次弄的 所以还挺难的 嗯 你对这个这支舞蹈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支舞蹈是个很美丽 很优美的一个一支舞 然后我很开心 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跳这支舞 展示给大家中国古典舞的美处 对我看了你的节目 的确是非常的漂亮非常优美 谢谢 团成立之前你也是一直在跳舞吗 对 嗯 我们那个舞团成立之前 我是一直在学芭蕾舞 所以跟古典舞是有不一样的 但还是有一些功底 嗯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舞蹈的呢 嗯 芭蕾舞就是差不多 小时候四岁五岁开始学的 但是那时候小嘛 所以也不是很认真 嗯 我从小时候也学过一段芭蕾舞 和民族舞 但后来还是放弃了 你能坚持到现在是依靠着什么呢 呃就是我本人就很喜欢舞蹈 然后就觉得必须得去跳 因为我就很爱舞蹈嘛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去 嗯 那你对在云上春晚 获得这个奖赛有什么看法 我就很感谢大家给我们投了这 给我们投票 然后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奖 所以就谢谢大家 那谢谢Grace代表娃娃舞团 被我们小大师新闻采访 感谢你来到来 然后 拜拜 拜拜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Skyler 今天我要采访的是 小大师春晚获奖节目的获奖者 Ester Fong 大家好 我是Ester Fong 我今年14岁快15了 现在在9年级上Skyler High School 你为什么选 选择这个 In my dreams 作为你的节目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In my dreams 是特别适合 那个2020 还有2021 你喜欢的 你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中文歌曲 有 像 我喜欢大鱼或者天亮 你有没有试着唱过他们 嗯 我唱过天亮的 嗯 我唱过天亮的 除了在小大师的这个 年度春晚上表演 你还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表演过 我在很多地方表演过 好像在高中也表演过 都忘了叫什么 是同样的歌吗 我唱过 我表演过天亮了一次 三次吧 嗯 这个 这个 In my dreams 只有表演过 这次 这是第一次表演 对 你有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 有 嗯 嗯 结果怎么样 呃 呃 参加过三次 四次 嗯 两次拿了第一名 然后两次都说 哈哈 哈哈 嗯 嗯 嗯 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肩舞呀 然后摇滚呀 摇滚乐之类的 你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啊 我学生什么类型的音乐都还行 你对2021的期待有什么呢 呃 只能想2021比2020更好一点就行了 感谢Aster接受采访 让我们期待她在2021有更精彩的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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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会